花莲市有一名男子为了完成儿子的心愿 居然在大白天直接就上街窃取路边的电动单车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汽 还将原先的白色车身都漆成了蓝色 但警方在获报后寻现追查 同样在短短三小时内就找回了失窃的车辆 画面上看到嫌犯在路上闲逛 锁定路边车格的电动自行车 看准这类车没有车牌难以追汽 直接将车骑走 而车主其实就在对面 一看到赶忙冲过来 但已经来不及 嫌犯催油门扬场而去 车主赶紧报案 警方调阅监视系画面 迅速找到这名嚣张偷车贼 但车主一看到糟窃的自行车 奇怪怎么怪怪的 原来这辆车车身是白色 车蓝是灰色 但找到时整台竟然变成蓝色的 让原警一开始还以为找错车 原来嫌犯一想天开 觉得既然电动自行车没车牌 那把整辆车涂成不同颜色 应该就不会被抓到 但仍旧逃不过原警的发言 警方获报后 悬起启动鹰眼小组 立即锁定特定犯嫌 并在同日下午五时 许发现遭窃车辆 该车已遭犯嫌 喷涂成蓝色 本案将积极查细犯嫌 警方三小时内找到嫌犯 据了解他会偷车 是因为儿子想要汽车 但偷走别人的自行车 来满足儿子 实在是最坏的身教 请不吝点赞订阅